Hello 大家好 我是Vian 大家過得好不好啊 希望大家一切很平安 健康 那因為現在大部分的朋友都是待在家裡 所以可能會想要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或是去想要做一些自己成績很想要做 但是一直沒有時間做的事情 所以我想說這支影片可以讓那些想要試試看畫畫的朋友呢 能夠有一點海滴的也許你就可以開始喔 那因為我覺得畫畫它其實不難 只要你會基本的幾何圖形 你就可以很簡單的把你生活中的影像給記錄下來 那因為別人有一隻大腸狗 那現在就在這裡 然後所以我們今天就從畫 臘腸狗開始好了 好 我們就準備一個粉子 還有一個鉛筆 這樣可以看到 那因為它很愛撒嬌 所以我想畫它躺著的樣子 我們先畫一個三角形 然後耳朵也是三角形 那身體是長方形 可能要再長一點 然後尾巴因為它是長矛的 所以是三角形 好 再來是手 手 長方形 腳腳 長方形 好 這就是基本的那個構圖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幫它上色 那你要用什麼都可以 色籤筆 油性 水性 或是要用真筆 什麼都可以 那因為我想要讓你們看得清楚一點 所以我就用Favor的馬克筆 用深色的 我們就可以開始把它的輪廓給勾了出來 好 那再來 開始 那個 臉連尖尖的部分呢 我們就幫它畫上鼻子 然後眼睛在中間的地方 然後眼睛下面是會內凹連接鼻子 內凹連接鼻子 然後耳朵 頭 再來是耳朵 好 再來就是長長的身體 那因為Vienna的狗狗沒有腰身 所以我們就是 畫上大大的屁股 OK 然後腳腳 長方形 肩圓圓的手手 然後大腿 接腳 好了 最後是尾巴 耶 這樣就完成了一個躺著的臘腸糕 是不是很簡單 然後也很快 所以大家就可以 這樣子之後你就可以去著色啊 或是你想把它剪下來用成卡片 或是你要陪你家中的小朋友玩 你都可以這樣子去試試看 好嗎 好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我們就 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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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會兒 我們就要去做 還是要來 寫的 然後現在再給我 一點點 一次 再給我 再給我 感谢观看